过年了,您是否在众多聚会中忽视了对身体的关注? 明星专家齐聚一堂,与您一同畅谈健康养生之道。 平安365健康新天地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健康快乐,身体健康,和家,和乐。 更多精彩进行关注,平安365春节特别节目,健康新天地。 对于爱美的女生们来说,保持身材算得上是她们毕生的修行之一了。 减肥追求的不仅是视觉上的美观, 更重要的是,为了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慢性疾病的伤害, 最终给我们带来更加健康的生活状态。 但如今,要么瘦,要么死,成为狂热减肥族群的口号。 就连节食也跟绝食化成了等号。 减肥到底应该吃什么,又该怎么吃? 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健康新天地, 与专家一起讨论健康减肥话题, 告诉大家,怎样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还能健康瘦身。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平安365节目, 肥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怎么样能够让您又品尝到美味, 又可以拥有苗条的, 被大家称到的好的体型。 而其中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 就是既要瘦,又要健康。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 请来两位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我们首先掌声欢迎著名的相声演员杨锦铭, 欢迎他。 欢迎你。 小伟爷爷,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这个气色可真好啊。 还行吧。 平时爱锻炼吗? 爱锻炼。 杨锦铭,相声演员, 代表做吃烤鸭, 如此伴学胆。 爱锻炼, 有人说你胖吗? 没人说我胖。 您觉得自己这个体型怎么样? 我还行, 还说得过去吧。 您有没有减过肥呢? 我没减过, 但是我爱人减过。 所以您待会儿得跟我们讲讲这个减肥当中好玩的事。 今天我们还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院中医科的主任医师, 让我们掌声欢迎李东医生, 欢迎他。 您好,李医生。 您好,小蓝。 您好。 您好。 李东,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 博士, 全国第四批国家级明老中医学术技成人, 北京市中医药学会脾胃病专业委员会会员。 李东医生长期从事中医药治疗焦化剂肪疾病, 胃肠功能紊断, 内分泌失调在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 同时也专长于新浪血管疾病呼吸系统及副科研发表过多篇相关论文。 说到肥胖, 现在大家伙都特别特别关心这个事。 有一组数字啊, 说在这个肥胖增长的这个排行榜上, 中国现在名列世界第二, 全国有1.2亿肥胖的患者。 有一个中国医师协会出了个报表, 叫中国公职人员健康体检的这么一个白皮书。 公职人员当中啊, 98.5%体检都有问题, 每四个里头就有一脂肪肝。 还有一个数字说, 1985年的时候, 全国的男性, 这个腰围平均多少呢? 平均是63厘米左右, 现在呢76长了13公分, 差不多这么多。 这13公分可都是板油啊, 都在腰上。 所以大家现在特别关心这个减肥这事。 大家现在熟悉的这相声圈里边有好多年轻的大胖子。 他们开玩笑说那个大罐, 大罐脱下来搁在桌子上, 你不知道看不出来是件衣服。 那真是像这个床单子。 你想那腰围好家的三百多斤, 二百多斤, 这确实是需要讲。 范君。 啊,范君。 河南近的相声圈。 范君河南近的相声圈里边有我们兄弟, 他原来弄下身材, 大家都知道非常胖, 脑子这么大, 在捡来捡去, 就像那么大。 但是说范君有一件真事, 范君去做裤子去了, 他其实个儿挺高的, 他那裤长是35, 腰围四尺六, 写了一条往这一放, 那老给他做裤子的裁股没在, 写了一条顺着的45, 三尺五四尺六, 按着长长长的, 涂地来了一看, 那照正常人想, 那肯定是裤长四尺多, 腰围三尺多, 做出来, 他说连裤衫都当不了, 他是腰围四尺六, 裤长三尺五, 你想想他得多胖。 那现代人见面以后, 如果一见面说, 哟, 胖了, 都是说的这个人吧 也忧心忡忡的 听了那个人立刻 你才胖了 人家一见面说 你大伙好久没 你瘦了 你看 他爱听 有时候你要胖了 你好像脱那个肋骨上 对啊 所以你看这么多人 现在都埋头减肥 我觉得减肥有几大类人 一类人确实是肥胖 你说体重180200斤 走路都颤忧颤忧的 那些人确实要减肥 就真正的肥胖 真正的肥胖 他确实要减肥 还有一部分人呢 说句实话他不太胖 但是他看人家瘦 他觉得苗条 而且现在看到很多影视 对他们的影响 一看那些明星帅哥 靓女们都很瘦 他就觉得我又一定要剪 这部分主要是在一些年轻人 你想想 来我给你们看几张图片 您要真想剪成人家明星这样 那可挺不容易的 你看看这位 这一个特别著名的模特 你看看人家 这是法国的吧 这是法国的 这位呢 号称是俄罗斯最瘦的少女 你要真想瘦成这样 估计是不太可能了 其实也不好看 我觉得他这个减法啊 他们有目的地减 人家减完是演鬼圈 这也不化妆 演鬼圈正合适 人要减肥吧 一个是少吃可能是一个 管住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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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得管着腿 你还得说你吃完了 你得锻炼呢 你不锻炼 杨先生这个 人家第一体型保持的好 第二人家还一套科学的理论 你让这个肥胖的人 情何以堪啊 我跟你讲 我觉得我就肚子大 我不爱动 我又特别好吃 我又原来做过美食 我又自己会做饭 中餐二级厨师 我就 我一吃我就胖 喝凉水都能长肉 从我们的眼光来看 你还是比较正常的 正常吧 你看那个侯先生他们家 侯先生呢 从南瓜 人家送的一个宠物猪 这么大 圈宠物猪 怀里穿着 坐飞机回来的 人家都说了 这个宠物猪啊 你回去别多喂 就你看那个 喂那狗粮嘛 三四肋 然后跟家里 一个猫狗搁一块 人家那猪啊 把这个狗粮猫粮 一通划了 没两个多月 长一百八了 你说那就是 所以说他还是吃的问题 他说处不住 你一天要为他量粒 跟那狗粮 他肯定的不长 所以我就属于 实在管不住嘴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 最痛苦的就是 哎呀 晚上不让吃饭 哎呦 看着别人吃这 白管弄心啊 然后我又迈不开腿 所以其实好多人跟我一样 我听了一个 这个 我们一个女同胞说 说除了节食 除了节食和运动之外 其他的减肥方法 我通通都能接受 我说对 就这俩款用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 看个片段 就是大家伙 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 见 咱们来看 半点减两百磅 有什么办法 让他吞下一条蛔虫 他吃多少 那条虫就吸多少 什么营养都没有了 一定会瘦下来 灌场早晚一次包准减三十五磅 我家有个主权秘方啊 专门用来去湿 馅油排毒 突变 消脂房子 哎 我跟你说 一天线五次 包减三十五磅 不要动 不要动 小心我会瘦瘦啊 杨先生您除了这些 您听了都新鲜吗 我根本就没看过 没想到 而且这些方法听着也挺吓人的 您来跟我们说说 这吃蛔虫卵 这个 这个我是觉得是一个比较疯狂的一个减肥方法 这是真的吗 真的 而且据说在那个网上还能买到蛔虫 这个 这个实际上来讲呢 这种减肥方法当时我们听了以后 也觉得这个人实际上是做非常的绝对了 你想这蛔虫毕竟是一种鸡生虫 吃进肚子里头 不管怎么样会引起感染 另外来讲的蛔虫咱们都知道 它是那个扇钻孔性 到哪儿 见哪儿好钻哪儿 有时候甚至会吐出那种虫子来 很热心 能吐出虫子 对啊 然后有的 有人严重到什么 那个蛔虫造成那种肠腔的堵塞 造成那个蛔虫性肠羹阻 肠坏死 还真是各种各样的东西 还有一些是吃所谓苹果餐就吃单一的 就一天到晚只吃苹果这种呢 这种来讲也是非常不提倡的 不是人家减肥的说 减肥就对那个粮食坚决要说no 实际上来讲呢 像这些饮食特别单一 那么你就远远不能不足于满足我们身体 正常功能活动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素 那么你说我吃一天两天可以 但是日积月累以后呢 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比如说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 有人出现贫血 免疫功能下降 反复的感染 等等等等 网络发达的今天 各种各样的新奇减肥方法层出不穷 其中达上明星推荐标签的减肥方法 成为了想要减肥人士的风向标 那么这种方法是否存在误区 是否影响健康呢 既要吃还要瘦 又该怎样合理搭配三餐呢 你看人家明星 人家是靠形象来生存的 女明星最多的 一个就是说谁是整过容 怎么化妆 第二一个就是 谁的减肥方法更有效 我们来看一看 这几位 这个叫Beyonce 这是国际明星 她是第一是断食 主要是柠檬水 枫树糖浆辣椒 十天之内不吃任何固态食物 你看看这一般人真做不到 但是这种来讲呢 你看什么营养成分真是找不到 主要食用柠檬水 就是喝水 您刚才说那光吃菜叶子那是兔子 这个就喝水 这个比那个还绝对 这指什么活着呢 水呀 抑制 指什么活着呢 吴佩茨 这个现在很有名的乌婆汤 洋葱番茄卷心菜 芹菜 青椒 一煮煮一锅 然后什么时候饿 什么时候吃 这些菜就这么干煮出来 它的营养成分就是相当一锅 刷锅水 就等于是把那洗菜的那水煮开了 对对对 还不如柠檬水 对 还不如柠檬水呢 而且这东西 您别看这东西生吃都挺好吃 对 煮完之后那要多可信用多可 还不能放盐 不能放盐 不加醋料 算了 您说完了我就决定算了吧 来咱们看看 这个蔡依林 小天后 只吃水煮菜 有油的菜 先过水再吃 就炒完那菜 拿着蒜 蒜蒜完了再吃 这个我这招我用过 涮涮再吃 口感怎么样 口感反正 反正饿得跟狼似的 还不能不吃呢 但是人家的理论是 这个脂肪不就是油吗 所以我们断油 断油脂 断油脂就肯定能减肥 这个概念对不对 也不见得 你很多来讲 你比如说吸肉的体内的那种油脂 不是说你完全通过这种少吃没有的东西 你就能戒断 而且来讲 这种来讲 把油脂完全都去掉 很多营养成分破坏 有些营养成分 它是脂溶性的 它才能更好的吸收和喝入 来咱看看张柏芝 服用利尿剂达到瘦脸的效果 这个就叫对自己狠一点 这个是也比较危险 利尿剂我们都知道 它是利尿的 并不是排除脂肪的 大量的排除水分 它大量的排除脂肪的水分 然后对脂肪来讲 并没有太多的消耗 而且你这种利尿剂大量的用 实际上来讲 对肾功能是不好的 大家一说到减肥吧 总是什么呢 就是要么瘦 要么死 都恨不得是这种想法 就觉得减肥是一件 极其极其痛苦的事 所以大家才想 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所以今天有专家来 您下面跟我们说说 这个健康 除了运动之外 饮食上面到底应该 什么样的合理的饮食 实际上来讲 这点减肥 大家多谈的一个话题 胖的想瘦 瘦的想更瘦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都不能以 都是要快乐的减肥 都是要维持身体健康 是一个我觉得 最高的这样一个宗旨 那么减肥 实际上总的原则来讲 达到一个负能量的平衡 就是说我的摄入 小于我的消耗 我举个例子 拿我来说 我是60公斤 我早上可以吃一个鸡蛋 一个鸡蛋 一点牛奶 一两主食 一两主食 我中午一两主食 我可以吃什么呢 五到六两的蔬菜 五到六两蔬菜 我还可以吃点肉 我吃一两半的肉 晚上我还可以 张让可以吃一两的主食 还可以吃五到六两的蔬菜 那么还可以吃一两的瘦肉 其实不是不吃 要合理的吃 我还可以中间加什么 加几两个水果 那么我在两餐之间 或者这样 我还可以喝一小袋酸奶 比如说125克左右的酸奶 实际上来说 你说这样 我的热量少了 我可以达到减肥的线果 但是我还可以快快乐乐的吃 就是要进入到一种减肥的 就是进入到这种状态当中 一直持续 它就是合理的 刚开始也挺痛苦 因为您刚才说的 那个一日三三 全加一块 你差不多就是我的早餐 所以他得从那样的饭量 它变成这样 这个过程还是很痛苦的 所以要想瘦 反正得忍受点 你想你是一口一口把它吃到这的 您现在一口一口 把它讲回去 是需要一个食品 所以说减肥要一个循序渐渐 逐渐渐的过程 平安三六五提醒您 一 健康减肥 应遵循营养均衡 且摄入热量小于消耗热量的基本原则 二 断食法 全速饮食应适度 长期如此 会导致营养不良和免疫功能下降 三 极端减肥方式 严重危害健康 请不要尝试 有了好的心态了 然后锻炼也很重要 还有专家给的这个营养健康的食谱 看来2014年这个减肥的工作 我们还要坚持下去 把减肥的这场仗一定要打赢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痛苦 所以咱们一块大家互勉吧 今天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带给我们的健康的新概念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会 2014年1月15日上午 北京市密云消防支队泰师屯中队接到报警称 在布老屯镇车道领村一路段 由于山市斗峭道路崎岖 导致一辆运矿车冲出护栏 侧翻到路边深沟里 驾驶员被困 消防队员们赶到现场后 立即对被困驾驶员进行救援 此时 被困者的几名家属在一旁担心的气不成声 消防队员们只能一边耐心的安慰他们 一边加紧救援 终于 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 被困驾驶员被成功救出 并及时送往医院治疗